海马斯火箭弹从天而降 俄罗斯庆祝派对 秒变运动会 乌军47旅击落一架 和卡52武装直升机 俄军攻入沃夫·昌斯克 乌克兰防线出了什么问题 俄军单日损失创纪录 炮灰不够 非洲兵来凑 普京高层大洗牌 少一股下课 谁来接替当防长 普京的战时经济还能维持下去吗 聚焦战场动态 剖析地缘争端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 我是宇童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正在展开行动 当地时间5月12日 乌克兰无人鸡群袭击了俄罗斯第五大炼油厂 也就是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位于福尔加格勒州的炼油厂 这是该厂连续第二天遭到无人机袭击 头一天的5月10日 深夜至11日黎明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无人机轰炸了厂里的石油初级炼油设备 AVT-1和AVT-6 乌克兰军队专门攻击的这个AVT-1原油初级加工装置 是福尔加格勒炼油厂的主力生产设备 福尔加格勒炼油厂在2023年 刚刚对AVT-1和加星烈化装置进行了现代化升级 据称投资高达40亿美元 让其处理能力增加了20% 一年可以处理726万吨原油 福尔加格勒石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石油生产商 拥有1480万吨的产能 该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 主要供应给予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接壤的俄罗斯南部地区 换句话说 福尔加格勒炼油厂极可能在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看来乌克兰似乎已经找到了更快制裁俄罗斯的有效方式 对炼油厂和油库的袭击还将继续 5月11日星期六,顿涅茨克临时占领区内的一家高级餐厅发生爆炸 一群俄罗斯人正在准备在这里庆祝为DPR 也就是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十周年的日子 结果走漏了风声 海马斯火箭弹从天而降 一群靓仔瞬间变成了扑街仔 从天而降的大礼 让欢乐派对立刻变成了田径运动会 大家纷纷迈开步子,杀鸭子快跑 只恨爹娘少剩了两条腿 DPR当局称,这家名为天堂餐厅的饭店无人受伤 但当地电报频道透露了真相 有五名俄罗斯人当场被炸死,还有六人受伤 近5月11日下午,阿富提夫卡前线 乌军第110独立机械化旅的高速炮手摧毁了一架俄罗斯苏-25攻击机后 5月13日,乌军第47旅在阿富提夫卡又击落了俄军一架卡52鱷鱼攻击直升机 卡52攻击直升机的单位成本约为1600万美元 这样一来,俄军现在只剩下大约45架这种直升机了 这也使得俄军自开战以来损失飞机达到350架 损失直升机326架 不到半个月,俄军就损失4架飞机,1架直升机 5月11日开始,俄军上千人和数百台装备 向乌克兰哈尔科夫发起试探性攻击 俄军向利普齐和沃夫昌斯克两个方向推进 俄军在这个方向的总兵力大约有5个营 利普齐距离俄罗斯边境12公里 俄军先头部队已经对这里展开袭扰 沃夫昌斯克距离俄罗斯边境7公里 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外围与乌军激烈交战 俄军经过两天多的冲击 深入乌军防线5到12公里 占领边境地带超过107平方公里 和至少10个定居点 但由于这里本身是灰色地带居多 战线并不能说明什么 5月12日晚 俄军占领了沃夫昌斯克北部的肉类加工厂 并正在攻打制鞋场 这是该市北郊的两座主要建筑 是进入该镇的通道 北部的林带和田野 已被完全掌握在俄罗斯军队的控制之下 5月13日上午 沃夫昌斯克向战打响 俄军除了突击行动 还使用迫击炮、大炮和飞机投资FAB炸弹 对乌军阵地进行猛烈攻击 试图进一步向前推进 后来俄军的进展速度有所放缓 因为遇到乌军增援部队的抵抗 损失不断增加 5月13日 乌军通报单日必敌1740人 而且罕见的一天击毙8名未官 刷新历史记录 俄军连续三天阵亡人数超过1200人 但俄军拥有巨大的人力优势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 仍会不断加码对哈尔科夫的攻击 有证据表明 非洲雇佣军参与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进攻 这也证明了俄罗斯军队损失惨重的事实 克里姆林宫正试图通过 将来自贫穷国家的雇佣军派往前线 弥补其人员的巨大损失 BBC报道 驻守哈尔科夫前线的乌克兰特种侦察部队 第57旅第一步枪营侦察牌指挥官 亚罗斯拉夫斯基 展示了一支空拍视频 画面显示俄军直接越过边境 没有遭遇抵抗 亚罗斯拉夫斯基描述 没有第一道防线 俄罗斯人简直就是直接走进来 没有任何地雷区 他愤怒表示 官员称付出极大代价打造防御公式 但他看来根本就没有防御公式 这要不是疏失就是贪腐 这不是失败而是背叛 他还宣称防守这里的乌军第125独立旅指挥官 被迫签署了防御公式的验收文件 但实际上防御公式仅完工不到30% 不过第125独立领土防御旅否认了这个说法 该旅指挥官阿图尔霍尔宾科将军保证 国防军已经准备好战斗 没有人从阵地撤退 他表示 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恶意重伤 社交网络上都在传播关于国防军对于敌人的进攻 毫无准备的误导信息 现在更糟糕的是 开始传播个别部队从自己的防线私自撤退 这位旅长保证 他的旅防区的局势很困难 但得到了控制 乌军不得不从其他前线区域及有限的后备部队中 调派兵力至哈尔科夫 乌军指挥部将海妖特种作战团 从巴赫木特恰西夫亚尔转移到了哈尔科夫边境 还部署第61侦察兵团 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的维达尔特种部队等部队语证援 装备CV-90部战车的第21旅、第93旅、第117突击旅部分营 甚至整个旅被派往哈尔科夫 证援在这里驻守的乌军第57旅和第125国土防御旅 乌军总参谋部则指派 曾任副参谋长兼赫尔松作战部队司令的米哈伊洛·德拉帕迪准将 出任哈尔科夫局群司令 全面指挥哈尔科夫作战 5月12日周日晚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人意料地宣布解除了 自2012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防部长职务的国防部长 谢尔盖·邵伊古的职务 同样出人意料的是 普京没有任命一位军人出身的将军接替邵伊古 而是看上了经济学家出身的安德烈·贝洛索夫 接替担任国防部长 邵伊古另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此前该职位由尼古拉·帕特鲁瑟夫担任 而帕特鲁瑟夫则被调去当了农业部长 战争研究所5月12日的报告分析到 这一任命固然与国防部的高度腐败有关 但这也表明克里姆林宫正在为乌克兰的持久战做准备 目前俄罗斯的军队及执法部门占国家开支的7.4% 以接近1980年代中叶的苏联时期的水平 要知道当年压垮前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很可能就是在与美国进行的长期冷战和军备竞赛中 掏空了整个国家的经济 普京希望利用贝洛索夫的管经济的经验 将俄国经济政策与国防计划结合起来 全面动员俄罗斯国防工业 ISW将贝洛索夫比作纳粹德国后期的经济部长 阿尔伯特·施佩尔 他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努力工作 使德国军事工业产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 为德国进行长期战争做了巨大的贡献 换句话说 普京已经不信任少一谷的能力 其实少一谷的位置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稳当了 最近几周 针对其亲密助手前国防部副部长伊万诺夫的贪腐指控 更加削弱了少一谷的地位 今年68岁有着图瓦人血统的少一谷 从前很长一段时间形象一直不错 少一谷1990年进京上莫斯科 担任紧急事务部部长 以果断处理空难、地震等重大灾难为名 他被视为能够从容处理重大且紧急危机的英雄人物 官职一路晋升 一直干到国防部长 主导了军队改革 普京对他更是信任有加 很多次普京只带着他 一道在西伯利亚打猎、钓鱼、树营 或赤裸上身晒日光玉 度过自己的生日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 少一谷走向第一线 2015年 普京委托他主导军事干预 抢救强人阿萨德政权 2014年 他一手导演了俄军侵占乌克兰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 2022年 普京发动清乌战争 本以为是一场迅速及征服乌克兰的闪电战 结果俄军坦克陷入乌克兰林的大地 前线部队得不到后勤资源 偷袭基辅军用机场的行动被粉碎 几个月后 俄军被迫放弃多条战线 退缩东部 正是在乌克兰战场 被黄俄孝子誉为一战封神的少依谷 遭遇了他人生的最大滑铁卢 声望从此一天天瓦解 2023年瓦格纳武装兵变 矛头直指的其实不是普京 而是他 普里戈金下令他的武装向莫斯科挺进 发誓要逮捕这个王八蛋 现在好了 已经化作阴鬼的普里戈金 是否可以满意了呢 好的 今天的新冷战情势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